在紐約他們男生很喜歡搭訕女生 每個沒要走過去 他就說小姐 你喝杯咖啡好不好 台灣會這樣子 你就覺得好像有點可愛的這種搭訕 可是他們在紐約不是說 Yo mama Chika Coffee Coffee 我就會覺得 我是要被殺了嗎 在義大利口音有不一樣嗎 不一樣 我們完全不一樣 他們到那邊之後 可能他們想要學當地的口音 可是學不好 然後就是變得另外一種有特色的 可是你知道嗎 我覺得義大利才是真正的可怕 你知道我們義大利有20幾個打區 每個打區裡面有很多很多城市 每一個城市有自己的方言 但是我們或多或少都聽得懂 只有幾個打區完全聽不懂 威尼斯 西西利島 薩丁島 跟拿波利 如果你講這些地方的話 真的是另外一個語言 我跟你說 國語跟台語反而比較相似的 像我阿公他原本是威尼斯人 我小時候跟他講話 都一定需要透過我媽媽 他幫我翻譯成義大利文 因為連一句話我都聽不懂 真的是很可怕 有一個義大利文字叫做 莫娜 那莫娜就是很可愛的意思 那我小時候都跟我爸爸講 跟我阿公講這句話 可是我阿公他就 砰 刀我一把章 那我就很難過 後來哭著跟我媽媽說 他為什麼刀我一把章 然後媽媽跟我說 因為莫娜的威尼斯的話 是那個 男生那裡 女生的小妹妹的意思 所以他以為我在 可能就是 起伏到什麼之類的 所以非常非常不一樣 然後就是廣一句話 比如說 妳要吃飯嗎 完全是聽不懂 日本的國內也是講話的方式 不同 比如說大阪牆跟那個 普通話是差很大 而且那個大阪牆是 看起來很兇 就是聽起來就沒有禮貌 感覺那個有點像不良的樣子 如果說同一句 妳用大阪牆跟其他的 妳講看看好不好 好 比如說那個日語的 妳的意思就是 あなた或者是 姐姐叫那個對話的名字就好 可是大阪人的話就說 あなたさん 或者是お前 就是你這個傢伙的意思 就是 對 所以我們就是會嚇到這樣 法國也是這樣 我們很多不同的地方 有自己的口音 我第一次跟法比歐認識的時候 好幾年以前 我們在一起拍照 然後他開始講法文 我馬上知道 他是從法國南部來的 南法的 對啊 駐路來的 馬上知道 口音上面差別在哪裡 我覺得南部的口音比較溫柔 大部分的國家是這樣 就越南部越溫柔的 所以他的口音是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又更軟 如果你去巴黎的話 是 你好 你好 這樣 就比較 就比較 口音不一樣 對 不好 點子 比較 比較假白一點 對啊 巴黎的那個真的 高傲一點 你好 你好 對 他就比較高傲一點 可是南法真的他就會很軟 你知道嗎 然後每天在頂張 軟爛 他就說 那媽媽吃 很好 然後我媽媽很開心 就開始講台語 他說 夭壽 這個 這個 豬肉還可以吃那個 什麼豬腳 什麼 那因為他們講話就是很大聲啊 又很直接啊 然後就打他這樣子 然後 我好像以為說 我是得罪到媽媽了嗎 然後回來一直跟我講 就是 他覺得那個媽媽好像生氣了這樣 是不是他說錯話了 然後還有一次是 他坐在計程車上面 然後他就打給我 他就說他聽到那個 那個 radio裡面在 在講髒話 他 有那個 他就說 結果他聽成 他打給我說 你們台灣那個電台怎麼都在講 那個F甚至 開頭 我說有嗎 而且後面好俏皮還 對 然後 結果那個志祺很嚇一跳說 不是不是 發Q是發Q這樣子 發Q看那個港劇有沒有 對 好像在吵架 在吵架 你不是去加拿大學了好幾年的廣東話 對啊 就是最標準的就是 他明明是在關心你 叫你注意月台的空隙 可是你都覺得說他好像在罵我 那請問一下各國代表有沒有覺得 語言跟個性會不會互相影響 會 你知道我們 因為義大利人像很多 有沒有 就是 鑽牛交接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義大利文是 世界上唯一把所有的音節唸出來 我就個例子好了 發文的水 他們怎麼說呢 他們說 O O 可是莫名其妙 他們寫E A U 然後就唸O 為什麼突然變一個字嗎 不懂 我們沒有說O 這樣子 O 一樣是O 反正是O嘛 我們說Aqua 有沒有 AQA 我們意大利人來學發文的時候把O 我們就唸成AAU AAU 因為命名就是AAU 三個母音啊 對 因為 AAU 我不知道我的視力有沒有問題 但實際力好像有三個字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要發音三個這個音節 所以我跟你說這個不是我說的 很多義大利人他們覺得從小就自小 他們把每一個小小的細節 就是每一個字母都要唸出來 所以比較沒有辦法看The General Picture 就是我們都太過度拘泥於小細節 然後反而看不到整個畫面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語言影響到我們的個性 AAU AAU 法文 你們覺得法文是很浪漫 然後你們也覺得很好聽 很浪漫 對我來說沒有很好聽 大概是因為我捨得母音 但是我們比較浪漫是比方說 英文有 而是中文也是一樣 你們有like跟love 愛跟喜歡 我們法文沒有這樣喜歡的字 全部都是愛 全部都是愛 虛偽喔 你看 OK 你看 這個是我們的Facebook OK 那你看這裡 法文沒有 不是like the gem the意思是I love 對 不是I like 我們是I love 所以你們約會第一次就會直接說我愛你對不對 對呀 比方說like的意思是 我like I love well 的意思是I like 就是說你們 j'aime bien 的意思是I like j'aime bien j'aime means I love 比方說如果說 j'aime 是我愛你的意思 對 但是如果我說j'aime bien 就是我愛你 愛你 少一點愛 一日我來的時候就是我愛你 但是是一樣的愛 對 j'aime bien j'aime bien 還好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法文聽起來很慢 可是呢 法國人做事也很慢 我們講話比較慢一點 沒有像意大利文 他們講得非常快的 這沒有習慣 我們講得比較 所以我覺得跟你們的民族性有關係 對 就是慢慢的 就是慢慢的 是 但是呢 慢歸慢 第一次約會就過愛你 就過愛你 也快 對耶 第一次就愛你 不要浪費太多時間吧 很激烈 對 真的 我覺得中文博大今生 沒有奧妙 奧妙 一句話可以帶過很多 每次翻譯成他們的國家的話的話 他們國家要很長一大串才能講完 但是中文一句話就中了 真的會 你們有沒有什麼這樣的話可以代表嗎 我剛想到一個字 就是 兩個人偷偷的優惠的那個優惠有沒有 就是優惠成一扇 不是 就是 不是 不是這樣的優惠 不是 就是 偷偷的約會 偷偷的約會 我沒有做過這個 所以我就這個字沒有聽過 因為我沒有約會嘛 就是 Apuntamento 就是 Appointment Date 可是優惠的話 我們必須要用一整句話說 就是優惠 你講完他們都優惠完了 對啊 都被抓包了 對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中文有太多這樣子 就一個字或是兩個字 那成語更不用說 更不用說 需要一篇文章來解釋 四個字已經 你們一篇文章 對 比方說你們說 你會工作 越辛苦越好啊什麼的 我們發文 這個四個字還是五個字 我們需要 好像 三篇 對 差不多 哇塞 發文的說詞這麼多 因為我們的文法也是比較複雜 對 他們還有分男生女生 對 陰性陽性 陰性陽性 很難學 很麻煩啊 對啊 沒這種字 我們在德國沒有這個字 所以我們會用一句話 表達這個意思 什麼 那一句話是什麼 那這句話是什麼 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 我們是超過朋友 可是我們不是交往的 有曖昧 有的愛上念有味道 對 很多人說 烏龐話跟俄文很長 可是我覺得還好 因為如果我們說 比如說早安 俄文就是 但是你看 因為英文是 所以還好 但是如果晚安 我們就是 這是短的 可是正常的就是 好長啊 這麼長 念完都最早了 念完都最早了 對啊 其實這個法國跟台灣 就很短 台灣是晚安嘛 母女 對啊 德文也會影響到我們的個性 因為我們從 我們的語言是 有很多規則 那我們從小就會被訓練 把德文講得很標準 因為我們有很多 比方說 太陽是母的 月亮是公的 你們也有分喔 對 那我們還有 我們還有中性 我們有三個性別 那所以那些性別 也會影響到形容詞 哪三個性別 男女跟中性 中性 所以比方說 大的 或是高的男生 跟高的女生 那個形容詞 那個高 寫法跟說法也不一樣 高的男生怎麼說 那高的女生 那高的女生 我們如果知道那個語言的話 也會想糾正外國人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聽到 獨立可能講不正確的英文 我會覺得 你應該要這樣講 他會覺得 你幹嘛糾正我 我是英文區 外國人 其實我不會 因為我知道 我的英文氣質很差 對 我們從小就會被訓練 就是我們聽到 一個不正確的字 我們會很不好受 那是一種 民族性的強迫症 哈囉 大家好 你們訂閱我們的YouTube了嗎 想要看我們幽默帥氣的模樣 就趕快按下訂閱鍵吧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喔